热线12今日关注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要求进一步增强道路运输安全意识 广西青州 卖银窝点苍生酒店 微信预约还给服务评分 黑龙江独行贼令大锤 建店铺就开砸 北京男子菜市场需目标 大麻金项铃被抢 各位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主持人圆圆 首先我们来关注 前不久 河北张家口市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 事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发出警示信息 要求各地增强道路运输安全意识 做好各项应对措施 7月21号 109国道219公里300米处 河北省张家口市 玉县境内发生一起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一辆重型半挂货车 与一辆重型客车相撞 造成11人死亡9人受伤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要求 各地要充分汲取相关事故教训 举一反三 增强做好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监管工作 同时要求各地要加强道路运输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各地要以全国安全生产大检查 道路运输平安年 平安交通专项整治等活动为契机 认真加强自查工作 加大对高速公路 桥梁 隧道 临水 临牙等重点路段的路检路查 加强重型货车 长途客运 旅游包车 农村客运等重点车辆的安全监管 严查超速 超赛 超远 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 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继续热线快报 一般在服务行业里为了提高服务质量 都会设置一个服务评分制度 可近日 广西青州警方在捣毁一个卖银窝点时 竟然发现这一卖银团伙为了招揽客户 居然也设置了一个服务评分制度 而且得分直接与失足女的收入挂钩 在确定卖银窝点后 广西警方对酒店进行了突击检查 果然 在酒店的三楼 发现了涉嫌卖银嫖娼人员 我们当场就抓获了六队正在进行卖银嫖娼的违法嫌疑人 还有五名涉嫌组织卖银的犯罪嫌疑人 在现场民警还查获了大量情趣用品 据事案人员公述 这些东西都是老板提供给他们在服务中使用的 经查这个卖银窝点的组织领导者为姚毛等五人 他们将酒店的一层楼租下来实施卖银活动 姚毛等五名犯罪嫌疑人分工明确 有人负责财务管理 有人负责勘厂 还有人负责打扫卫生等 为了吸引嫖客前来消费 姚毛等人甚至还制定了微信预约 服务评分等制度 那些嫖客通过微信找到那些管理者或者工作人员 提前订好房间 然后将他们提前安排好那些失足妇女 然后客人一到现场的话 到那个酒店里面就可以到房间里面开始进行性交易 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客户反馈表 就说失足妇女在与客人发生性交易之后 客人去结账 工作人员就问客人满不满意 如果满意的话 他们就在表上填满意 如果不满意的话 就填上不满意 而且老板还会减去失足妇女一部分的费用 目前犯罪嫌疑人姚毛等人 因涉嫌组织卖淫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陈毛维毛等15人 已被给予治安行政处罚 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这边警方刚刚捣毁了一个卖淫窝点 而另一边呢 江苏徐州警方也成功打掉了一个通过QQ群 传播淫秽表演的团伙 近日江苏省徐州警方接到群众举报 称有一个QQ群涉嫌淫秽表演 他每天晚上9点半开始拉群 基本上半个小时之内 2000个人就拉满了 有新成员想进来也进不来 警方发现在这个QQ群里 成员遍布全国各地 有专门的主持人和群管理员发布节目预告 并拉人进群 QQ群建成后 就有多个小窗口进行现场直播 场面仅会不堪 固定证据后 徐州警方出动十余个抓捕组 吩咐全国各地进行抓捕 近日江苏省高邮法院就判决了一起这样的案件 2017年3月份 黄某无意间进入了一个QQ群 群里居然有人在售卖淫秽视频 于是黄某也动起了歪心思 他一个代理人叫贝贝 给他发广告 发了广告之后呢 就是我们高邮的这个 这个人就是看到这个广告之后 就跟他的代理人贝贝 买这个网盘 但购买网盘之后 黄某却打不开 于是询问代理人贝贝 贝贝说 他的网盘也是找一名姓王的男子购买的 随后黄某通过网络联系了黄某 又发了一个 又重新发了一个网盘 给这个就是报案的 后来报案的这个高邑的这个人 这个人看了以后 发现这个网盘里面 因为视频 他自己看了之后 有点害怕怎么这么多 然后他就到向公安机关报案了 据两件 黄某购买的网盘里 有淫秽视频352个 警方根据黄某提供的联系方式 很快将王某抓获 经过调查 王某是90后 家住山西 他的网盘也是找别人买的 买了网盘之后 他在网上认识了贝贝 于是便和贝贝合作了起来 你事先跟这个贝贝 是如果约定分纸的 就是卖了分外 分外行业 我非说 一半 他卖了一半 是他如果那些是的 还要跟你拿着 还要跟你拿着网盘 经调查 2017年3月份以来 王某虽然只卖出一个网盘 获利15元 但是公诉人表示 王某以牟利为目的 传播淫秽物品 其行为已经构成 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依法应语惩处 法院审理后进行了判决 他是粗犯 以前没有犯罪情歌 到案以后能够如实供诉 有坦白情节 给他判了游戏队行一年 缓刑两年 目前警方还在对代理人贝贝 和王某的上家进行追查中 最近黄扇门女主播 传播淫秽信息被刑拘 老虎直播平台 传播淫秽色情信息案 共刑事拘留了22人 关闭违法直播平台 封禁违规的主播账号 甚至列入黑名单 可见有关部门的打击力度非常大 那现在我们来连线一下 本栏目的特约评论员王磊 王磊你看 这个打击力度这么大 为什么这些低俗的直播 还屡禁不止呢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客观方面的原因 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直播平台 动辄就是几万 十几万 甚至上百万的用户 那么要在这么多的用户的 直播行为当中分辨出来 他们到底哪些是违规的行为 哪些是低俗的行为 那么对于直播平台的监管来讲 的确存在着一定的难度 也会使得有一些 低俗的直播行为成为漏网之鱼 那另外一方面 是主观方面的原因 我们都知道 对于这些直播平台来讲 那么观众就是他们的业绩 那么不排除 甚至我们已经看到了 在一些案例当中 有些直播平台 主观上纵容 或者是默许 这些低俗的直播行为 出现在自己的直播平台上 目的就是为了赚取眼球 然后赚取这样的 一个所谓的收视率 那么对于这些 低俗的直播行为 我想一方面是要加大 对于个案的惩处力度 要让这些 所谓的直播的主持人明白 自己的直播行为 或许是自由的 但是直播的内容 是必须纳入到 国家法律的监管的范围之内 触碰了法律的红线 就一定要受到惩罚 另外一方面 就是对这些直播平台 要督促他们 单负起自己的 这个主体的责任来 不能因为说 我有监管难斗 我就可以放松我的监管 更不能因为说 这些直播行为 是别人的直播行为 只不过是发生在 我的平台上 我的平台没有责任 来进行狡辩 那么只有拉起红线 承担起应该承担的 主体责任来 我想直播行为 就会慢慢的 纳入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好的 谢谢王磊 前不久 经营手机店的向某 一大清早突然接到电话 对方称 他的手机店被人给砸了 损失惨重 而左邻右舍的商铺 也未能幸免 热线12即将播出 黑龙江 独行贼令大锤 建店铺就开砸 海南海口 专门诈骗干系店 男子被刑拘 听到消息 相貌急急忙忙赶到店里 经过仔细清点 手机店共丢失了42部手机 同时还丢了一个粉色的拉杆箱 用锤子应该是锤子砸了 回家门玻璃 门玻璃砸完之后 我把那玻璃踢了开 监控看到一半 画面突然中断了 在相貌手机店被盗的同一个晚上 左右相邻的商铺 也遭遇了同样的黑手损失三周 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 作案的犯罪嫌疑人为一名男性 身高在一名七左右 身材教授 他作案是都是拿着锤子 明目到哪里去砸门玻璃 警方对陆续发生的多起被盗案件 进行串柄分析 结合案发现场及周边的视频资料 综合研判得出结论 这是一个系列的砸店铺玻璃 入室盗窃案件 这些家都是没有卷连门一些防护措施的 都是那个 商府的门 都是裸露外面的玻璃门 主要被盗都是现金 仅仅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县里位于繁华地段的商铺 接连发生被砸被盗案件 引发警方的高度重视 18家临街的商户被盗案发生之后 给咱们开放镇的居民 引起了很大的恐慌 一方面 咱们广大的居民的财产受到了损失 另一方面 也让咱们这个防范措施 我们也认识到了不足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就有十几家商铺被砸 可见犯罪嫌疑人十分嚣张 警方能否把他抓捕归案呢 由于多起案件连续多日突然发生 警方初步判断 反对嫌疑人应该是流窜到当地的人员 监控给咱们提供的一些嫌疑人的提高特征 依照咱以这个为依据 对镇内的所有的网马业 旅店业一些场所进行排查 发现一个临时多条件 通过排查 警方在海量的视频中 获得有价值的线索 发现他已经逃离了 没有回来 现场遗留了他盗窃一个物品 有两户手机 摔摔的手机 最终咱们对他的临时据点 进行细致看察之后 发现一个 他的购买火车票的一个保险单 从保险单中 警方获取了犯罪嫌疑人的信息 张毛 山东省定逃线人 警方怀疑 作案后张毛已返回山东 最终咱们通过他的下车到火站 咱们调取视频监控 发现他当时在盗窃现场 盗窃的一个拉耳箱 他随身携带着走出了火站 在山东警方的配合下 经过三天三夜的排查走访 蹲点守候 最终在一处建筑工地 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抓捕归案 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张某如实供述了自己 先后盗窃18家临街商铺的犯罪事实 警方成功追回部分被盗手机 以返还给受害人 被盗的现金被张某全部挥霍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破门锁砸玻璃 如此胆大妄为无视法律 最终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再来看下一条 近日在海南海口 还有不法分子为了获取钱财 盯上了干洗垫 一起来看 视频中的这位干洗垫老板 前一天收了这名男子的衣服 干洗之后 男子说衣服有损坏 要求干洗垫老板赔偿其600元 恰好第二天 一位干洗垫老板听到同行的求助后 来到视频中这家干洗垫 就发生了刚才的一幕 这种衣服呢 它是 曾之山 只要是有一根线断了 你一起马上炸出来一个洞一公尊大的 原来最近几年 该男子的照片电话号码和 合诉送洗衣服的照片 多次在全国各地干洗垫 经营者组建的微信群里出现过 大家对比发现 这些信息竟然一模一样 该男子都是在取衣服时 说衣服被洗坏了 要求赔偿 敲诈手段相同 很多老板都已经赔钱给他 目前至少有近30家干洗垫 受到了此人的乔大勒索 分布在江苏浙江广东等地 目前该男子已被海口警方刑事拘留 案件仍在侦办中 近日上海的陈先生因为多喝了点酒 在回家路上倒地昏睡 监控视频显示 这名骑车男子见陈先生隧道在地 便停车坐在花坛边 慢慢挪向陈先生 随后拿走了陈先生手里的手机和钱包 迅速骑车离开 通过监控探头 巡逻民警在离现场不远的地方 将骑车男子抓获 据犯罪先生的交代 他基本上就是在酒吧旁边寻找目标 有目的的这种寻找这种 罪酒对象进行盗窃 类似事件 近期在上海已发现夺理 监控上这名男子最倒在路边 两名路过的陌生男子见状 假装上前询问情况 趁罪酒者不注意将其手机投走 在另一段视频里 一名陌生人假装是罪酒者的朋友 将罪酒者扶到一处台阶坐下 之后从罪酒者口袋里 摸出了手机和钱包 当这名男子准备上车逃跑时 被赶到现场的民警当场抓获 近日四川成都的王女士开了一家母营用品店 没想到第一天营业就遇到了让人不顺心的事 这一幕发生在王女士新开的店铺中 身穿横条纹的女子先推着婴儿车 在店内闲逛了一圈 后来该女子停留在摆放婴儿奶瓶的区域 开始挑选 可令王女士万万没想到的是 该女子竟然将奶瓶静止放入婴儿车遗色的黑色口袋中 随后便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这名女子拿走的奶瓶标价为102元 没有她直接做什么呢 带着孩子却做了顺手牵羊的事 王女士认为这样的行为有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不良影响 由于损失不大 王女士并没有报警 只是想提醒其他商家要留意 近日四川成都一名粗心的驾驶员 在开车行驶过程中 不慎将工业用胶水洒在了路面上 由于没有及时清理干净 引发了多起交通事故 监控视频显示 当天上午10点36分左右 一辆小轿车行至道路转弯处时 车后被箱有液体洒落在路面上 这一过程被路边一家汽修店的监控摄像头拍了下来 让她下来看 已经刷在地上 她马上拧个桶下来 桶上就是浇水 地上这个时候就是浇水了 汽修店店长唐先生说 小轿车驾驶员发现浇水洒落路面后 便下车查看 当她清理后被箱时 就有一辆电动自行车滑倒了 这名驾驶员没等路面上的浇水被清理干净就离开了 但接下来却连续有几辆过往的电动自行车滑倒 还引发了一起追尾事故 索性没有人员受伤 见此情景 唐先生主动在洒了浇水的路面上 放置了锥形筒和提示牌 并及时把路面清理干净 避免事故再次发生 目前当地交警部门已经对此事展开调查 并表示 如果私家车装载物品不规范而发生物品泄漏或抛洒 车辆驾驶员有义务通知交警部门或环卫清扫部门进行处理 否则造成交通事故 驾驶员将承担一定的责任 前不久张大妈在市场买菜的时候 脖子上带着一条金项链被人抢走了 这个小偷本想着老年人反应慢好下手 可是他没想到周围群众反应的快 迅速将他擒住 热线12即将播出 北京男子菜市场寻目标 大妈金项链被抢 防狼利器不挥范 防骚扰工具也应纳入监管 张大妈今年78岁 住在朝阳区来广营乡 7月17号早上7点左右 张大妈在市场买菜时 价值一万多元的金项链被抢了 在地儿正好是一个高丑 我觉得丑目标呢 过去了吧 过去了 两分钟后 男子趁机剪断了张大妈脖子上的金项链 我这感觉出来了 比我没有了我就赶紧追他 西专链我瞅着他呢 我说你给我搁下吧 他就顺手给我扔过来了 金项链被抢 张大妈大声呼喊 那名男子扔下金项链 撒腿就跑了 我跑了啊 跑了 周师傅在市场卖鱼 听见有人呼喊 他立即追了过去 招呼大伙一块帮忙 大伙一块追了一百多米 将劫匪勤货 并向朝阳公安分局来广营派出所报了案 犯队嫌疑人李某今年五十岁 无业 想着老年人反应慢 就趁机去市场去墙 没想到第一次作案 就被好心群众抓获 最终李某因涉嫌抢夺 被朝阳警方刑事拘留 和周师傅等人一样挺身而出的 还有家住朝阳区管庄的李女士 她凌晨独自勤获一名窃贼 李女士说 这个人之前就来过 偷走几件女士内衣 李女士按下决心 一定要抓住这个人 没想到这回她又来了 我就是害怕 所以不知道怎么弄 后来她出这个门 要骑自行车了 就从自行车上摁下来的 将男子拦住后 李女士赶紧呼喊邻居 在众人的帮助下 控制住了男子 并向派出所报了案 进入夏季以来 闲猪手偷拍狂等行为 再次引发大家 对女性安全的关注 近期 一种名为防身喷火器的器械 在网上十分畅销 有卖家在宣传中称 轻者烫伤 重者毁容 那这个威力不小的防狼神器 是否合规呢 近日北京通州 一男子在公交车上 吃水果刀刺伤一名女子的事件 引发关注 而局目击者称 该男子一次对女子有猥亵行为 后被女方严厉警告 最终引发刺伤事件 每到夏季 此类涉嫌性骚扰的新闻 就频频出现 以此次将女性安全问题 推到公众面前 就在夏季性骚扰事件 频频引发社会舆论关注的同时 记者发现 各种名目凡多的防身器性 也开始在各网购平台畅销起来 防身喷火器就是其中的一种 我现在位于的是 北京城市副中心办公区消防中队 手里拿的是刚从网上购买的 据说是有防身功效的喷火装置 而介于这种产品的特殊性呢 稍后我们会由专业的消防人员 为我们进行展示 记者手中的防身喷火器 在其商品页面的介绍中提到 喷火器火焰最高温度 可达1000多40度 火焰长度从几厘米到几十厘米不等 此外 页面还标注该产品 不属于武器 不违法等 昨天到今天吧 陆陆续续 这个应该是到货了 然后其中有一个好像还是飞过来的 对吧 那好咱们现在就把它打开 咱们看一看 这里面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好吧 来 这个东西它自己写的是 温度可以达到1300摄氏度 对不对 刚好 哇 消防人员用防身喷火器灼烧一根铁丝 在遇到这种火焰的短短数秒之后 铁丝就开始变红变软 并且有黑色物质掉落 我们一般见到的一些可燃物 都没有这么高的颜度 一般就是说 野燃这些东西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么我可想的是 这些东西如果说喷到 如果说这个东西喷到人的身上 就这么轻轻的这么扫子一下 我估计你的皮肤就会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烫伤 此外 关于这款防身喷火器的火焰长度 消防人员粗略测量后表示 展示中这款防身喷火器 其火焰喷射长度约在30厘米以上 这个东西就像一把火焰喷射箱一样 我觉得它好像不止能够自卫 事实上 消费者网购的这种防身喷火器 看上去威力强性 但并不是十分稳定 严实中记者发现 从不同电商平台和卖家处 购买的这几款防身喷火器 均出现了打火故障 此外 关火后的一定时间内 喷嘴处仍存在的雨火 也是不晓得安全隐患 我不用特意去按它 我们俩只是靠得近一些 它就可以 已经在发射漏气了 如果一点的话 如果是发射漏气 如果一点的话 消防人员还发现 尽管这款防身喷火器上 有一个突出的安全扣 然而在人流拥挤的公共场所 这个安全扣 未必能起到防护作用 而就是这样一款危险品 竟然可以轻而易举的 在网络上购买 并经由物流公司 最终抵达消费者手中 而使用这种防身喷火器 应对性骚扰问题 其所带来的后果 目前也并不明确 使用者一旦对他人 造成人身伤害 很可能也会面临 法律上的风险 好 我们再来连线一下 我们的特业评论员王磊 王磊 你看这个防狼神器 它是能防坏人 但是它也会误伤好人 因为这杀伤力实在是太大了 这么危险的东西 为什么还会畅销呢 它合法吗 为什么会这么畅销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现代女性的 这种自我防护的意识 越来越增强 还有一个就是 片子当中提到了 其实购买它非常的方便 另外一点 我觉得很多女性 在认识上也有误区 认为说这样的防狼力气 是越厉害越好 但是实际上 像片子当中介绍的 这个防狼力气 我觉得都不是防狼力气了 简直就是杀狼力气 假如说女性 要用这样的一个器械 来进行自我防护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造成 犯罪嫌疑人的 这种身体上的伤害 甚至可能危及到 他们的生命的安全 那它可能会保护了 你的人身的安全 但你可能还要承担 这种防卫过当的 法律的责任 因为对于这些四郎们来讲 虽然很可恨 但它也有自己 正当的合法的权益 那么触犯了这些权益 你也要承担 这样的法律责任 所以要保护女性 不是说让这些防狼力气 越厉害越好 而是应该把这些防狼力气 放入到一个监管的范围之内 这个监管分为两个层次 一个层次就是 行业的标准是什么 另外一个层次 就是从销售源头来进行交管 一旦确定了行业的标准 就应该让这些电商平台 把这些不合格的产品 赶紧的下架 避免在运输的过程当中 造成公共安全 另外也避免在 保护女性的过程当中 不但没有保护女性 反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好 谢谢 日前云南昆明森林公安局的民警 接到市民报案称 在一处玉米地里 发现了一条金色的大蟒 民警立即赶赴到现场 救下了这条有2.9米长 重10公斤的大蟒 森林民警赶到现场后 发现这条大蟒蛇浑身成金黄色 紧张地缩成一团 身上除了有些泥土以外 看起来很健康 三名民警合力 才将蟒蛇抓获 这条蛇应该属于 民警蟒的病疫品种 黄金蟒 黄金蟒 这种的蛇 是属于国家一起保护动物 我们当时在地里面 它是在地里面的爬行 初步问了一下 也没有伤到人或家庭这些 森林民警将蟒蛇带回检查 这条黄金蟒身长2.9米 体重有10公斤 性格比较温顺 这条蛇初步判定 应该是属于家养的 因为敏地蟒的话 在野外 在野外的话 它很难存活 基本上现在的 现在的这个黄金蟒了嘛 它都属于人工培育出来的 森林民警表示 没有正规手续黄金蟒 是不允许家养的 按规定 私人饲养黄金蟒 必须向野生动物主管部门 申请训养繁殖续合证 并申请种源 办理引进手续 由于这条被解救的黄金蟒 野外生存能力较弱 森林民警将它送到了 云南省野生动物收容拯救中心饲养 好继续关注下一条 无论外出还是在家 孩子的安全呢 都是父母心头的大事 下面就来看一组 关于儿童安全问题的新闻 热线12即将播出 上海女童手指被夹四栋扶梯内 商场工作人员迅速解救 广西男子吸毒致患疯狂砸车 日前山西太原某小区居民 打电话报警称 两岁多的孩子被困在了家中 他平时能开 他平时自己能开门能关门 刚才我出了他自己关上 然后就没打 然后自己一张机就打不开了 消防队员赶到时 开锁公司的师傅 已经紧急在对门锁进行拆卸 但由于这户人家所装的防盗门 是内置的 所以当门被反锁后 对其进行拆卸有一定难度 在这一过程中 孩子的父母也在不断安慰孩子的情绪 看到孩子父母舅子心切 开锁师傅也十分着急 在拆卸过程中 因为用力过猛 导致其手不受伤 消防队员见状迅速指定了救援方案 很快 消防队员利用破拆工具 强行将房门打开 屋内被困儿童 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这是上海某商场内的监控画面 画面显示 当天中午12点25分左右 一大一小两个孩子 正在自动扶梯边玩耍 稍大一些的男孩 被扶梯不停循环的塑料履带所吸引 手随着履带多次顺势而下 玩了几次之后 小女孩也有样学样摸起履带来 随后 小女孩索性将小手 直接放进了履带与地面之间的缝隙中 结果手指卡在里面动弹不得 孩子随即大哭起来 索性自动扶梯的保护装置发挥了作用 电梯自动停了下来 而此时 孩子的母亲正在大梯内 查看楼层设置的电子瓶 电子瓶阻挡了她的视线 孩子的母亲听到孩子的哭喊声后 才连忙赶了过去 正在巡逻的商场保安 已迅速赶到现场 并通知了商场的围保人员 点在这个里面 这个拆开 把小孩手拿出来 由于处置及时 孩子的手并无大碍 孩子处置的还是比较及时的 来的时候呢 整个手都是 全部是黑黑的 都是油污 还可以 小孩呢 没有骨折 然后呢 就是一个手上少微有点挫伤 整个的活动啊 什么都可以 不信任还算大信 那么我们最喜欢 这小孩没有什么问题 近日广西河池的一名男子 突然做出疯狂举动 在小区里连砸多辆汽车 这一幕被附近的市民 用手机记录了下来 这是广西河池市一位市民拍下的画面 画面中 一名男子正用一块停车牌疯狂砸车 还不时对着天空说话 赶到现场的民警通过查看监控录像 发现这名男子不止砸了一辆车 根据男子的异常行为 民警初步判断 他应该是吸食冰毒过量导致幻觉 随后该男子被警方带到派出所 尿件结果显示 他确实吸食了冰毒 经过调查 这名男子姓伟 据他交代 他在前一天吸食过冰毒 出现幻觉后 就开始在小区里砸车 记者采访的时候 他依然幻觉微笑 干嘛要砸别人的车子呢 因为我的电脑被入侵了 电脑被入侵了 你的电脑被入侵 跟别人的车子有什么关系 上面有个卫星接收器 这个地面接收器 跟这个车子有什么关系呢 它影响我的网络 因为我的超过量 因为它是往外面吵了 但是风是从外面进来的 那肯定是不符合科 不显 据统计 该小区一共有四辆车被维某砸坏 损失正在核算当中 目前维某因吸食毒品 被警方行政拘留10天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7月24日 一段声称河南宇州交警 打人的视频在网上热传 画面当中呢 一名男子满脸是血 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河南宇州警方对此做出回应称 真实情况是 7月24号 交警在查处一辆货车的超载行为时 司机拒绝配合 还自己一头撞在了警车的后门上 导致头部受伤流血 开不通啊 好 你开不通是 开不通啊 你把警察开都不通 你把卢卢 都把卢卢 全程都把卢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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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孩子在家 你的孩子在家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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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哥哥的叶子算了 咋来 我说 我说 你我说 你我说 我说 这大爱人啊 这大爱人 你还真大成事 你家伙都不家了 你家伙都不家了 近日 湖南省长沙市交警支队 针对摩托车上路存在的 超载超速逆行等行为 开展了集中整治行动 来看报道 7月17日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针对摩托车飙车及改装摩托车行为 采取摄卡拦截与流动伏击的方式 进行了集中整治 当晚一共查获了这种大功率摩托车 然后我们所说的小绵羊这种改装摩托车 一共是44辆 文运员的话其中有6名未成年人 然后4名是代孝学生 其中的话还有两名是外国留学生 交警对违规驾驶员进行了劝解 并给予相应处罚 交警提醒驾驶非法改装摩托车 不仅会增加噪音 对居民生活造成影响 还可能会因为超速 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 日前陕西一男子在乘坐电梯的时候 遇见同乘电梯的男子殴打妻子 上前劝解 没想到却惹来了麻烦 最终打人男子被拘留十日告终 请不吝点赞 订阅